咱们俩要把这个秘密好好保守住 爸爸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爸爸用竹子做根鱼竿 移回去咱们家的鱼塘里钓鱼 陈中承包的鱼塘也快四个月了 他想看看当初放进去的鱼苗有没有长大 爸爸 盼盼能和你一起去钓鱼吗 盼盼还没有见过钓鱼是什么样的呢 当然可以了 那爸爸也给盼盼做根小鱼竿玩 谢谢爸爸 那就做两根小鱼竿吧 盼盼想把小妮姐姐也一起叫上去钓鱼 好好好 爸爸这就给你们做 陈中给孩子们做完鱼竿后 三人便来到了鱼塘这里 咱们就在这里钓吧 看看鱼苗有没有长大 爸爸 那这鱼该怎么钓呀 盼盼平时都是用波及抓小鱼的 咱们就用鱼竿和这些蚯蚓钓 这些鱼都爱制蚯蚓 把蚯蚓挂到鱼钩上等着小鱼上钩就行了 原来钓鱼就这么简单呀 用蚯蚓来引诱小鱼就可以了 没错的小妮 但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别被鱼钩刮伤了 也要注意别被小鱼拖到水里去 小鱼那么小 怎么会把我们拖进水里呢 这些鱼在水里时的力气是很大的 万一要钓到了大鱼 很有可能会被拉下水的 好的陈叔 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于是 陈中便开始拿着鱼竿钓起了鱼 盼盼和小妮在一旁 也有模有样地学着钓鱼 盼盼你说小鱼它们会吃我的蚯蚓吗 我觉得它们要是饿了 就一定会吃的 就是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把小鱼拉上来 你别看我小胳膊小腿的 其实我的力气还是挺大的呢 我一定能把它们拉上来的 过了许久 陈中已经钓起来很多鱼了 而盼盼和小妮这边却一直没有鱼上钩 真的好烦啊 这些鱼为什么就不吃咱们俩的蚯蚓呢 小妮姐姐 爸爸说钓鱼要有耐心 咱们就再等一下吧 也许小鱼它们现在还不饿呢 盼盼的话音刚落 小妮的鱼竿就抖动了起来 盼盼你看有小鱼上钩了 我一定要把它拉上来 小妮姐姐你要加油哦 用力把它拉上来 我已经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可我觉得它的力气要比我大呀 还没等小妮说完 它就被大鱼拉到了水中 陈中见状连忙跳入鱼塘 将小妮救了起来 小妮姐姐你还好吗 有没有伤到哪里呀 我只是欠了一些水 现在头有些难受 应该不碍事的 盼盼咱们还是赶紧回家 给小妮把身上弄干吧 阿忠你怎么没照看好孩子们呀 都怪我光顾着自己钓鱼了 没留意孩子们的情况 婶子不怪陈叔的 是鱼塘里的鱼太大了 我力气没太大就被拉下水了 小妮那你觉得现在好些了吗 婶子我没事的 只是觉得脑袋里怪怪的 总是会浮现出一些奇怪的画面 小妮姐姐 那你看到的都是些什么画面呀 我看到有人把陈叔的鱼都买走了 咱们俩还去卖鱼挣了很多钱呢 这孩子应该是被惊吓到了 小妮你就先在婶子家休息一下吧 等衣服都干了再回家吧 好的婶子 那我想先睡一会 妈妈胖胖也有些困了 你们俩一定是完累了 那就一起休息一下吧 妈妈去给你们做些吃的 等你们睡起来就能吃饭了 于是小妮便和盼盼在炕上睡着了 张老板这次叫你来吃饭 也是想从你那里批发一些服装 你家的款式都是市面上比较新的 我一定会为你打开销路的 巧合啊 我也是刚把服装厂开起来 能和你这样优秀的人合作 我也是很乐意的 那真是太好了张老板 至于这服装的批发价 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优惠一些 这个好说我会在你现在的拿货架上 再便宜一些的 太感谢张老板了 我想咱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的 你也别高兴太早 价钱给你便宜一些 我也是有条件的 你要把昌盛服装厂 每次新款服装的设计图给我搞来 张老板这个就包在我身上吧 他们厂里有我的老书人 我会帮你把设计图搞来的 那就好 只要你对我的帮助大 我不仅会给你价格上的优惠 你要想开分店的话 我也会给你资金上的帮助 那真是太好了 你我之间的合作就是珠莲碧盒呀 小妮姐姐你也睡醒了呀 施压盼盼 睡了一觉我感觉好多了 脑袋也不疼了 你们俩都睡醒了呀 那就快把饭吃了吧 好的谢谢婶子 此刻村长带着一人来到了陈中家 阿忠啊 这位老板想要买你们家的罗飞鱼 村长你看我这里刚好有一些罗飞鱼可以卖给他 阿忠我觉得你是理解错了 这位先生是要把你们家的罗飞鱼都买走 听到村长的话 陈中也被惊到了 因为台风卡努的影响 许多饲养罗飞鱼的鱼民都受到了影响 我刚好打听到你的鱼塘里有罗飞鱼 我就立马赶来收购了 你也看到了我的罗飞鱼还没完全长成 不知道这样的鱼你能不能接受 完全符合我收购的要求 我的车就在外面 咱们赶快去鱼塘里装鱼吧 于是陈中便连忙赶往鱼塘去卖鱼 小妮姐姐你还真说对了 真的有人把爸爸养的鱼都买走了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呀 从水中被救起来后 我脑袋里就开始浮现关于咱们的事情 那你说咱们俩卖鱼挣了很多钱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些鱼卖了吧 当然好呀 我见到的画面就是咱们在村口的路上卖鱼 有位叔叔过来就把鱼都买走了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于是盼盼和小妮就带着家中的罗飞鱼 来到了村口的路上 盼盼我记得咱们俩就是在这里把鱼卖出去的 好的小妮姐姐 那咱俩就在这里卖吧 此刻村口的道路上并无其他人 只有小妮和盼盼在焦急地等待买鱼人的出现 盼盼你觉得真的会有人来买咱们的鱼吗 既然爸爸的鱼都被别人买走了 那我相信小妮姐姐的预测会实现的 可我觉得刚才不会只是巧合吧 小妮姐姐 其实我也能预知一些事情的发生 只不过我预知的事情 都是一些对大家不利的事情 而小妮姐姐却能预知对大家有利的事情 盼盼你怎么不早点说你有预知事情的能力呀 我是怕大家觉得我是个怪孩子 而区别对待我 我觉得你考虑的没错 咱们俩要把这个秘密好好保守住 正当两人在交谈时 一位身着风衣的男人走了过来 小妹妹你们的罗飞鱼怎么卖呀 叔叔这些罗飞鱼一共一块钱 这些鱼起码有五斤了 一块钱也不贵那我就都买了吧 男人得完钱后便提着鱼离开了 盼盼看来我的预测还真准呀 没错的小妮姐姐 你也有小福星的预知能力的 这卖鱼的钱也要多分一些给姐姐的 盼盼我要是也成为了小福星 是不是也可以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起来呀 盼盼觉得小妮姐姐一定可以做到的 正当二人为此事高兴时 盼盼和小妮看到远处走来好多神秘且亲切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